2020年1月16日 金户高铁公司成功登陆A股市场 金户高铁上市募集资金总额306.74亿元 是A股市场历史上第九大IPO项目 也是A股市场近十年来最大的非金融企业IPO项目 上市后金户高铁公司利用募集资金 克大经营范围 收购金户客栈安徽公司部分股权 任意管理器管辖的合泵高铁 合幅铁路安徽段 政府铁路安徽段和商合行高铁安徽段等高铁 得推动铁路往进一步完善 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助力长三角 一体化战略实施 具有重要意义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